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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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我中槍了 來來來,給檢查給我 好,對,好,對 上風,上風,快點 好,好,好,好 小心,小心水上風 好,還有水 好 好 他留好東西 好,水乾 來,他說什麼水性 要檢查一下 好 準備出題 別看了,別看了 別看了 李先生的親手在嗎 我是,我是他太太 我先生怎麼樣 我們還想要給他做小數 不過發現他有白血病 這對手術有一定危險性 我們血酷對他相比配的血情不多 所以你們親手裡面哪位 用我的血,我是他大哥 你的頭還有傷嗎 好,沒關係,沒關係 我是他女兒 我一定可以繼續給他的 不行,還有兩位親手啊 有 這在來的路上 不不不,不要浪費時間 你用我的血吧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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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像 好像做着同样的话业 最后一次 他站在山顶 远远地看着香港 他说什么 他没错 他说他只想见一个人 最后他叫我把他送到你的小费我来去了 明镜小姐送你去大陆强迫切战都要去 他也坐在卸上面远远地看着开着 大陆强迫切战都要去挟倒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夫 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已经过了危险期 麻醉膝下后就会醒了 那要多久呢 根据病人体积不同 大概24到30小时吧 放心啊 我想国凯应该不会因为 这次意外事故 有什么后遗症的 那真是大幸啊 有些情况 我们还是到外面谈吧 好吧 我没什么 我请坐 李太太请坐 国凯的致命伤 不是子弹 是血癌 妈咪 爹地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为什么不告诉我跟民间呢 是你爹地的意思 他是怕扰乱了你们的生活 扰乱了你们的工作 李太太 有句话 有句话我不得不说啊 国凯现在虽然还在昏迷当中 可是癌细胞不会因为枪伤而停止的 国凯现在最关键的是时间 我们都明白 我们都明白了 可是 你看国凯 他现在的身体状况 是啊 那以他现在的状况 化疗肯定会给他的身体 带来很大负担 那怎么办才好呢 所以 我想给国凯的几个子女 做个检查 目前 骨髓移植是比较好的治疗方法之一 我一定会请 血癌病的首席专家 唐家军医生一起研究 请你们放心 谢谢 爸 我是东东 我带你的小孙子来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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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在我情侣最低落的时候 你总会鼓励我 说我是个顽强的 有胜利的女孩 那你呢 你是不是也给我们做个吊帅爸爸 你快醒过来吧好不好 我知道 我知道 你把所有的希望 都集合在我们孩子身上 你希望这个孩子 无论是男是女 都会像我们李家人一样 你给他起名叫看看 李看看 爸 你太爱这个家了 太爱我们了 所以你不能扔下我们 你要好起来 好吗 爸爸 你要看能看到 一个特别坚强 特别伟大的爷爷 好吗 爸爸 爸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我不懂得珍惜 所以我请求你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 追求你的机会 我给你机会 机会是自己给自己的 我给你机会 我给你机会 爸爸 东东 我请求你们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证明给你们 因为我真的 很爱你们 我叫唐嘉 水月并客的组织一师 你好 两位请坐 我已经详细研究过李国凯先生的病情 我觉得目前 水月移技的宣洁条件 就是要为患者寻找 HLA配行完全移技的提供者 一般情况下 同基因 同基因 也就是同卵双生的兄弟姐妹 比如说 HLA 跟李国凯先生的 都不吻合 唐医生 你抽我的 再去化验一下 李先生 对不起 受我激烟 我觉得以你的联系 不太细合做这种切细 大哥 这样做太危险了 郭凯要是知道 他也不会同意的 现在不能前怕冷后怕虎 我是郭凯的同胞兄弟 吻合的概率应该更高 不要有意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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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妈咪买给爹迪的蝶 拿去医院 她许他没有就可以看了 还要拿一些小说 不行 拿杂志好了 杂志比较轻松 爹迪喜欢看金融杂志 不行 看了金融杂志 就会想起工作 对他的身体不好 还是拿小说 什么小说好了 你觉得拿哪一本小说好呢 明慈你冷静点 我怎么冷静 爹地在医院都不知道会不会醒过来 你叫我怎么冷静得下来 我现在才发现 爹地除了工作跟我们 根本没有别的生活 他没有喜欢的小说 没有喜欢的音乐 看电视 当然也不会看什么fashion show 不过是什么 怎么办 我现在会没什么 我现在会没看到 我现在会没看到 我还没看到 那我还没看到 我不要过 我没看到 我现在可能会没看到 我还没有想到 我现在会没看到 我现在会没看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北京的时候 我本来是想给你打电话 可是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怕你骂我 我干嘛要骂你 你就是这样 很容易被别人误解 我觉得二叔对你的误解 也是这样来的 你说 要是我的验尸 就好不了了 在这 我故意误解 自己的误解 我说 你这样 就像我一样 你这种误解 这种误解 我这种误解 我看你 你这种误解 我看你 你这种误解 我看你 我这种误解 你这种误解 你这些误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真的是太瘦了 你得尽快好起来才行 知道吗 郭开 你记得吗 有一次 你竟然会放下手边的工作 请我去看电影 还请我吃路边的鱼丸 我不敢告诉你我怕脏 怕你笑话我 你有一颗善良的心 特别特别有爱心 每到周末 你都会到慈善机构去捐一点钱 虽然你也很穷 可是你从来就没有间断过 我还记得 有一次你拿着一份报纸 说里面有一首歌 你虽然不会唱 可是那个歌词 好像是专门写给我的 你是我的港湾 你是我的女婴 你永远不能比我先离开这个世界 郭开 你答应我的 你也永远陪我走完这一生的 我不许你比我先离开这个世界 你答应我的 你可不能忘了 你答应我的 你可不许你 你可不许你 你醒了吗 郭开 你醒了吗 你醒了吗 郭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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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嫌疑的儿子怎么样了 被警方起诉了 入室抢劫 那天蔡志勇的怎么会知道 我书桌抽屉里面有手枪 地毯下面有钥匙呢 嫌疑说的 他说前几天他儿子来找他要钱 他死活不给他 两个人还打了起来呢 后来嫌疑急了 就把蔡志勇给叫进来了 这样才解得围 后来嫌疑怕他再来 就告诉蔡志勇 说咱们书房啊 有手枪 有钥匙 他来了 就把他打死了 吃饭吧 老板 你要用车吗 不是 我是特意来找你的 怎么了老板 这边风大 你身体又不好 还是回屋里面坐吧 你就让我有个机会出来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晒晒太阳吧 你除了开车插车之外 大部分都坐在这个小凳子上 那上厕所就到外面的公厕 为什么不投诉 为什么要忍受这种待遇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 也要全力审则自己的工作方式 谢谢那天 你的机智和勇敢救了我们全家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真想让你明白 不是每一世纪也是坏人 你跟了我多久 有八年了吧 以后家里的规矩得改了 你可以到厨房和他们一起吃饭 也可以进屋里休息 也可以用工人的卫生 谢谢老板 不用 我们的生活中 都需要信任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我们下检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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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明白 老板 我们下检查一下 我们下检查一下 再检查一下 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爷再生的时候 我答应过老爷 要忠心耿耿地找过你一生 可是 我却在棺材门外 发现了这么大的错误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姐 我不求你原谅我 你就让我最后这一杯茶给你吧 小姐 喝茶 小姐 你千万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我嫌疑在有生之年 在灾堂里会为你传家人祈福的 快起来 起来 你要到灾堂念佛了 是 我会在那里压老松中 小姐 也许这是我一辈子最后一次见到你了 仙怡啊 留下来吧 我们这个家 需要你了 不 我没有脸面面对你们 我实在没有资格留在这个家里找管家了 老爷为我儿子找了很好的佩服律师 我已经很感激了 保重 决仪 决仪 你不是说今天天气好 要出去散散步吗 再等五分钟 我要 我要等个很重要的电话 荣凯集团的接班人呢 老公 宠看看呢 是要宠在心里的 我还有多少时间长这些 看看那声音真好听 好听 看看 听到爷爷的声音就不哭了 是不是 嗯 想爷爷了 对吗 嗯 我每天呢 都会在网上看你发给爷爷的照片 你的声音跟你爸明前小时候的一模一样 爸爸 您还没报过看看吧 您要是想他 我就带他过去看看您 好啊 不 我是个病人 又在 化疗疗程中 婴儿的抵抗力不够 不要抱回来了 您不会有事的 您接跟明昊 和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找适合您的骨髓捐赠者 我想您一定会好起来的 对吗 看看 爷爷会好的对吗 嗯 要好好照顾孩子 我以前工作忙 没有给你们做一个好父亲的榜样 也没能让明杰懂得爱家庭 给我面子 给他一个机会 孩子没有父亲 很难茁壮成长 我 想爸爸 嗯 嗯 要爸爸回来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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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